大家好,欢迎来到轻松聊投资,我是James 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礼拜四 那我们这影片会在7月23号每期时间早上6点发布 那也就是台湾亚洲礼拜五晚上9点左右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课内容了 那 这是我们家附近一个Cupertino Main Street,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商店,其实有蛮好的餐厅 那有Alexander Steak,跟那个鲜玉仙,台湾的鲜玉仙,还有很多台湾的牛肉面 也有这个中国的海底捞,还不错,这个Square的品质还不错 那我们也会尝这边来吃饭,那昨天去 这是这个Square里面的Fizz Coffee 那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的咖啡店 它的咖啡是手冲的,手冲的 那它还会加一些薄荷啦,还有其他的个人的调味 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喜欢 不过它的价钱可能 当然比星巴克高一些啦 这是我昨天去的一个 这个Pacific Choice也是在Main Street,Cupertino也可以去 这里就是都是海鲜啦,这一家店大部分都是海鲜 当然你要点Stack,Rib也有 不过它服务还有餐点都还不错 价钱也还ok啦,这个其实还蛮不错的 好,投资先一个免责声明啦 投资有风险,大家投资虚谨慎,自己投资自行决定 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都有Clubhouse 早上七点,礼拜六早上七点 那美西时间,亚洲就是晚上十点 欢迎对投资有兴趣 还有就是对我们的投资理念 无论你是认同,那你可以来分享 你如果不认同,那你可以来这边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来一起讨论,好不好 那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每个月的 Room的轻松了投资讲座 就是美西时间7月31号 7月31号 礼拜六晚上美西时间 台湾就是8月1号 礼拜天早上十点 这个 如果我们的讲座的ID我念一下 870-5853-4511 密码是189536 这个是在这里 那连结对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就是直接,我这会把这资讯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你们可以找得到 你参加Room的讲座 你最好如果用手机的人 你最好是用电脑或者是iPad 你如果用手机的人 你最好是把它切成飞行模式 那之后打开WiFi 那这样连结进来 才不会可能有的人 会变成用了两个小时的国际电话 那就太不好了 好,我们来看市场 市场今天表现的还可以了 这个QQ涨0.34 那特斯拉在横盘就是开高走低了 SQ0.59 那PayPal涨0.33 Amazon涨0-92 Amazon已经到3600块了 3300块,3300,盘了蛮久的 他盘了快一年半两年 终于要上来 那你就知道他就会一直上涨 苹果也是涨1.33 往150左右前进 Zoom今天涨得比较好 2.9 那比特币还在涨2%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市场是多头 你不要去看很多分析师 在那边讲唱空 你一定要 我们就是一定是 长期投资嘛 你不要去太 管那个 短线的操作 这不是我们该管的 那你看看这个 很多人就是市场下跌 那我就觉得 我就没看到市场下跌 为什么大家都说市场要崩盘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住的星球 跟我住的星球 不太一样 这个是 QQQ QQ的话 你看他 5年 5年涨2 3倍 我们看今年就好 今年震荡很激烈 现在QQQ涨15% 你什么都不要动 你就赚15%了 那我老实跟你讲 他现在又创新高了 那你不要太保守 到年底可能还是会涨很多 涨很多 我只讲到这里 那我是就让大家 勇敢投资了 我已经在这边三四年了 三年多了 YouTube 你去看过去我的影片 不要太悲观 你知道从这个市场的经济状况 还有政府宽松货币 还有损个企业发展的这个前景 再来就是政府撒钱 大家都很有钱 现在钱多的不得了 那大家有钱就花嘛 那花了之后就 所有公司都获利嘛 不管从银行股到这个 Tripoly 饮食股到这个高科技股 大家都获利啊 这个 连这个 平常奄奄一息的一些企业都 都活起来了 那这个就是 市场是非常好的 你不要太保守 你去买债件 你去买年金 你去买那个 那你是被剥夺的一群 投资回报越低 你的风险就越高 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好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朋友在 英国 那英国的话他有一个 指数基金 CNDX.L 那个L应该是London 那我看了一下他的绩效不错 所以你在伦敦的人 你应该去你的证券商买 iShare Nasdaq 100 的ETF CNDX.L 这是两年的绩效 这个是五年的绩效 都跟QQQ很接近了 还有就是 我看一下欧洲 欧洲有一个基金 欧洲有一个基金 叫EQQQQ 等一下我们该还会讲 EQQQ 那他有EQQL 那我查不到他的线图 可是EQQ 第一就是在Dorge 在德国 他还不错 还不错 五年的绩效 也是接近 我看从这里看 可能大家会看的 比较清楚一点 这里的话 我compare EQQQ Dorge EQQQ EHDA 他比QQQ 绩效好了 那五年的话 就是 跟QQQ差不多 所以你如果在德国 能够买到这样的基金 也是算是不错了 也是算是不错了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随便乱找 就是 英国的 还有 德国的 那我慢慢看 找给大家 澳洲的也有了 所以 大家投资 不要随便去 乱找 因为要找对 不要乱买 好 如果新来的朋友 你路过 如果经过 就不要错过了 你可以好好看我们的影片 或者是找我们的影片 有一亿元的投资讲座 那这个是对你有好处 对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 认识我们的人都富有 我在这边会一直都在 不像有一些 就是你看外面的投资影片 或者是什么 他讲个十分钟五分钟 你觉得你能够靠那些资讯来获利 应该是没有办法 那 台湾的规定就是薪资的22倍可以贷款 薪资的22倍可以贷款 所以 假设有一个人是他的年薪450万 我想这个打算应该假设来 我只是假设他年薪450万左右 450万 这个应该还包括股票还是分红吧 假设是这样子 那除以12他就有月薪37万.5 那乘以22倍 台湾就是可以贷22倍薪资的贷款 那就将近可以贷到825万 那就算800万好了 那他到一个银行去做信用贷款 那可以一个银行最多就是只能贷500万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你们应该 可以尽量去贷款 这利息很低 那7年要还款 那你把它当作单笔 转定期定额转单笔 你就把钱先借出来 单笔买00757 那在每个月的薪水再去还就好了 那7年还完 那这样子你可以提早投资 提早获利 那你如果额度像800万的 你500万借出来到一个银行 另外300万可以到另外一个银行借 所以这里这个朋友就提到 穷人真的借不到钱 可是有钱人银行一直找你借钱 他没有房子 他是租房子 很好 跟我以前的观念一样 我从来不买房子 所以他就去那个 那我是觉得 台湾的上班族的小朋友 年轻人 你们应该都要去用你们薪资做信用贷款 去买股票 不是信用贷款 跑去玩 或跑去买享乐 用你的薪资信用贷款去带出来 那他可能7年还款吧 你看看能不能谈越长越好 那利息越低越好 或只能还利息最好 那不管你是公家机关或500大企业 你的利率会相对的好 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再来就是 他用信贷带了500万 那他要带来自他的每年要缴 那一年利息不到6万块 非常便宜 那他想说他就是投资到00757嘛 那他就买了00757 就是可是你要忍受得起震荡 所以台湾的股票值押 另外你的00757 或一些基优股 台积电或什么基优股 你可以去值押 那可以贷款上限6成 你维持率140 也就是你的 你若借100万的话 你至少那个资产还要维持在140万以上 利率2% 这是国泰式法 一年一约 就是说每年你都要去重新签约 这个只能 这个就是只还利息就好了 所以 有时候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你若去信贷 信贷带出来的钱 那你去买00757 再用股票值押 再去值押的钱 借出来去还这个信贷 为什么值押的钱去还信贷 因为值押的钱可以 值押的钱可以只还利息 可是要注意 那个市场如果跌到一个程度 这个证券商会把你清盘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 利率很便宜 大家每个记得就每年要去做银行办理续职 续职 继续职押 这是在台湾的部分 好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大家各位朋友一定要订阅 然后你没有订阅的要订阅 那留言你有什么问题 你留言我一定会一一回来 你看我过去所有影片的留言 就算100多个200个我都会一一回答 那你按赞转发 分享你个好朋友 那我们的影片 频道里面有2021年 就今年1月9号的讲座 就是1亿元的投资讲座 那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最核心基础 你一定要从这里开始看起 那我建议新来的朋友 你不要听到这里或看到这个标题 你就开始问问题 你应该是要多看我们的影片 那你一定要先投资 先投资 先投资00757 台湾 美国买QQ 中国买513100 这里最近有个表 我就是做出来的 那我先给大家看好了 这个就是我能够找得到全世界 在每个地方可以买到更QQ 或者是比Q好的基金 在美国你就买QQQ 在台湾的投资者你就买00757 在巴西的你就买NASD11 中国除了513100之外 你还可以用富港通、深港通 买到2854 2834 2834就是用港币买的 那82834可以用人民币买 所以中国其实有4个可以买 513100就是人民币 2834用港币 28 82834用人民币 9834可以用美金 在加拿大的朋友 我是建议直接换美金买QQQ 当然你要买加拿大一些基金 也可以了 澳洲的朋友我们要找到 NDQ NDQ New Dog Question New Dog Queen Queen 那这个是NDQ 英国的用CNDX.L CherryNancyDeviXray.London 德国的朋友你可以买EQQQQ 这是今天早上有个朋友在问的时候 他提供给我的 好,这些就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分享 你在各地可以买到相同等量或者是等值的 不要随便乱买 我就很怕大家随便乱买 你要问清楚再去买 那 这位朋友继续啦 他就是 因为信贷还要缴本金利息嘛 所以他就去找 看能不能用股票质押 因为他想要跟美国一样 那股票质押用00757 结果他找到的就是 国泰司法联邦银行 可以乘坐00757的股票质押 而且国泰司法的利率才2.0左右 那是比美国还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做股票质押借钱 只要还利息就好 记得每年去一年一约 那你记得这个股票质押有个风险 不能再拿去买股票了 你股票质押 你可以拿去还你的 你可以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多少拿多少 那你可以去还你的贷款 你这个信用贷款 信贷 那当然记得要 他的贷款额度就是六成 一年一约 那有的人就贷了好几年 好几十年了 所以能够不还本金 只还利息是最好的 所以这位朋友给我们就是国泰司法银行可以乘坐 可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把你的00757搬到国泰证券 就是你要卖掉股票 我不知道台湾能不能会把股票转过去 比如说你要把玉三金的股票转到国泰司法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这样会对 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乘坐这个你这个股票质押就是一年一约了 一年一约 当然就是股票质押有个风险 就是市场大跌跌个 跌跌跌30%你可能就开始有风险 所以股票质押泡沫三四十年来一次 你可能就有问题 所以你还得要保留一些 比如说你的房地产或者是你的信贷 那现在在办的时候可能也有时间 那你如果临时在办 那过两天市场就跌破了 那你的股票被清盘了 要去贷款来补这个洞 你都会来不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点 如果股票质押可以拿来过日子就好 那是很不错 可是你有一次全部借出来拿去买房子 或借出来拿去做什么 那市场一跌你就完蛋了 要注意这个风险 你股票质押拿3-5%过日子是可以 或者股票质押拿来还这个 还这个信用贷款也可以 那不能拿太多 那你信用贷款有时候可以拿来用 你信用贷款拿去买股票也可以 那股票可以质押 股票质押不要用 那你可以拿来当做紧急备用金也可以 股票质押的好处就是只还利息 可是有个不好就是市场下跌 你可能会破产 这是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好 各位请到这个你们到YouTube或Bilibili都可以看到我们影片 那我们的影音胆也会在Podcast Apple Podcast播放 所以你在路上或者是在上下班时间 你可以听我们影音胆 你就要查消息投资理财交易学院就可以了 我们Facebook有一些文章可以供大家参考 这个是00757的持股 他是每季都会做这十字股票做再平衡 他会把这个十字股票就是平均变成就每个股票差不多都占9% 另外有10%他去做指数的Hedge 因为如果有人大量数回或大量买进的时候 他可以用指数去Hedge 那等到过几天 美国开盘之后 他可以慢慢买或慢慢买 到实际的市场去慢慢买或慢慢买 这个就是他们的操作 这个QQQM QQQM跟QQQ是 大家很多人就说QQQM的费用低 0.15%而已 那QQQQ的费用是0.2% 所以QQQQM比较好 可是我已经讲过 我其实回答好多次了 QQQQM没有比较好 你看这个绩效两个连在一起哪有比较好 没有比较好 两个绩效是一样的 所以既然都你看的跟那个费用没关系 你看的就是你多少买多少卖 多少钱买 两个如果都是10块买 都可以用 都是卖掉的时候 同时卖也是20块 那有什么QQQQM有什么好的 他虽然费用他标的比较低 他很多费用你不知道的 但第一个股息就发少一点给你就好了 了解了嘛 不要 而且QQQM的交易 交力量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以为这个 管理费低就是好基金 不要去让这些 财经媒体 或者是这些书 搞得自己都是本末倒置 OK 我们投资是要回报 不是管人家这个薪资高不高 我常常讲你请员工薪资高一点 有什么问题只要绩效好就好了嘛 对不对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再谈QQQM了 OK 我还是建议大家买QQQ QQQM只是变化 而且QQ300多块 QQQQQQM100多块 以为就比较便宜 没这回事 两个的静止你去查一查 我们投资长期才叫投资 很多 你很多操作者 曾经都买过好股票 有用吗 现在他有 他手上 他说我曾经买过苹果 我曾经买过特斯拉 有用吗 要报老才有用嘛 对不对 你不报老有什么用 讲那个说 你曾经怎么样 没有用 过去已经都失败了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 投资要20年以上才叫投资 可是很多这个财经媒体 或者是一些那个 那个都讲 哎呀 过去这个纳斯达克15年都都都没赚钱 15年是投机好不好 不要再谈这种事情了 OK 无知 你要持有20年以上才是投资嘛 你不管指数任何一个 你只要投资20年以上 你就有5%的回报 投资25年你就有8%的年化回报率嘛 你投资15年是投机好不好 不要再用投机的方式来跟我谈这个事情 你这个 那你一直要躲风险 你躲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 我是跟你讲 所以我们投资的风险有三个 一个就是 年限太短 第二个就是 这个现金流不够 就是说你要吃饭没现金 你要缴缴贷款没现金 就是现金流不够 那会让你破产 第三个就是绩效太差 不要再去做资产配置了 OK QQQ买完 就睡觉就好了 这是最好的资产配置 你配到100家公司 有什么好比这个差的 那你这个台湾0075G 10家公司够了 所以不要再 不要在那边 听外面那些人 这个 讲起来好像很理想 很理想化 其实是非常糟糕 而且风险非常高的 所以 投资第一个就是要买对 第二个就是长期抱着持有 就好了 那你有时候 那我买错了 那你怕买错 你就买指数QQQ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只要买对 打死不骂 你就富有了 那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要在外面 听那些妖魔鬼怪 这个没有用 已经证实都没有用了 十几年来那些人有赚钱吗 对不对 我们光这几年抱着不放 就已经赚翻了 不要离开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 这个经济如此之好 钱印这么多 所有的公司爆发 高科技 比以前 以前就是只有Microsoft 跟Intel 现在是 这么多高科技 AI 清潜能源 电动车 电池 这个自动驾驶 还有云端 还有数位 还有这个 iCloud 这个 这个 所有APP 如此之 丰富 所以 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 那个 不要不要不要 戳妥 这个投资是非常 我跟你讲 今年会涨翻了 我只是跟你这样说 你还不赶快投资 还是还在那边操作 或者还在观望的人 我跟你讲 市场不是已经都 都突破高点 又创新高 又往上走了 就已经 讲的 讲不听 就是这样子 你看 市场不是要创新高 今天又要创高点 对不对 那跟你讲 当初 当初 当初在这里 你们如果去看过去我的影片 OK 当初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市场要涨 这个市场要标出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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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 这里再画 我还是一样 市场要标出去了 市场要标出去了 你们都不听话 实在是 OK 那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那当然很多人不同意 不同意就算了 反正我们只要认同的 那我们富有就好了 本来富有就不是 一群人的事 富有就是少数人的事 那 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 你在投资路上 财狼虎报 你怀疑越多 当然是 本来我是 本来就叫大家 有独立思考的人力 可是 投资的路上 我建议大家 你怀疑太久了 就不行 那你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 马上投资 买指数就好了 先投资 再慢慢看我影片 学习 看了影片多了 有问题提出来 好不好 投资路上 财狼很放很多 你在 在在 在这个投资整个 投资环境 不管是 Goldman Sachs 或者是 这个 Morgan Stanley 所有分析师啊 都要你们操作嘛 因为 只有大家操作 只有大家交给他们管理 他们才有饭吃啊 结果现在他们吃的 这个 脑满肠肥的 大家 一般投资者 这个 甘瘦如财 这个实在是 你们觉得这样对吗 所以 我会一直在家陪伴大家 在市场上很少 很少有这个 投资人 投资者 要教大家的 那 那我在这边 甚至你们有问题都来问啊 我都可以公开回答 我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 就像巴菲特一样嘛 五六十年 他就是只讲一个嘛 买进长期持有嘛 价值投资嘛 只有这个可以经过 时间的考验啊 我会在这边大家 陪大家 投资路上 安全 稳定 富有 我每个礼拜都会出现 市场天天上涨 我们都美好很快乐 过去半年上 今年以来 震荡如此之剧烈 那 可是我们还是获利颇丰了 那 很多人都在逢低买进 逢低买进 那我跟你讲 那市场跌那么 今年 今年以来这么多低点 请问一下 这么多低点 你买进了吗 你跟我讲你买进了吗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买进 OK 这个 这个市场这么丰厚 这么丰厚 丰厚的 的 的低点 你不买 你如果很厉害 你等低点 你等啊 那你应该买完了吧 你应该去all in了吧 你还在等 大家居然还在等低点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这里以后也是未来的低点 所以 你在这边买 在这边买 就算是高点 all in 有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段不是就赚到了吗 这一段不就赚到了吗 所以 就算你买在高点 你买在那个的高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买在高点 你也至少到今天也赚了 赚了6% 对不对 不用担心啦 时间会让你赚钱的 不是在那边犹豫 犹豫不会赚钱的 还有听外面的妖魔鬼怪 也不会赚钱的 我跟你们说 所以 所以 这位Francis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投资者 那后来他听到我们的影片 也听了很久 分析好久之后 他绝对all in 那可是他刚买进的时候 还在 买到高点吧 买到高点 可是他现在又赚钱了 所以他就是说 一般的投资者 就依旧如此千变一律 一直想回撤 到底会回撤多少 到底会回撤多少 那上个礼拜 这个有一个Cloud House的 那个Steven 问就是 老师市场下跌了 你觉得会跌多少 市场才下跌两天 怎么会 这个月已经涨了 6-7%了 只下跌两天 就下到灰灰破散 对不对 没有必要嘛 这个就是外面那些分析师在吓你们的 财经媒体在吓你们的 那些不懂的人在吓你们的 你不要理他嘛 我们长期只有管那个风 一个航空母舰还管外面的小波浪干什么 对 所以这里我说 这个Francis 大家都只是在担心会回撤 不会回撤 就算回撤干你什么事 你是三四十年的投资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还有这下起来 想起来有下跌的迹象要不要卖出 你天天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停损停利 停损停利 你哪能赚钱啊 停损停利哪能赚钱啊 你一个农夫 擦殃破种 拔起来擦殃破种 拔起来 两天那个 那个稻苗就死掉了 所以 没有用的啊 你要不理他啊 你如果种过一些花草 你不理他 他可能是钻来泥土 他自己会长得非常好 你一直去理他啊 你这个 就是 他就长不好嘛 还有分批买进 不要分批买进了 单比 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过去的任何时间 过去的任何时间买都对啊 过去任何时间买都对 就算高点过去任何时间买都对 五年了 涨三倍了 过去任何时间 就算在去年最高点 那个很可怕的熔断之前 二月十号 你买在最高点 你现在也赚翻啊 对不对 你现在也赚一倍多了嘛 你在那个时候最高 那大家吓死的时候 你是赚翻了 那 你就知道 不要再重复 我上个礼拜讲过 不饿过 不饿过 不饿过就是 你以前做过的错 我可以接受 投资也会犯错 可是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会持续犯错 你自己应该想一想 你证实你的投资都错了 那你何必 再继续用自己的钱去证实 那等到证实到破产了 还承认那已经太晚了 所以这个很感谢Francis的分享 他就是说 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可以别人不知道 而且那是一个这个水晶球可以自负 没有这种水晶球的 我跟大家讲没有 只有慢慢自负才是唯一的水晶球 对不对 所以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接受一些这种 像巴菲特这种简单方式 巴菲特说 为什么人家问他 为什么大家都不像你一样 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家做不到 巴菲特说难 因为他们就不愿意 就是想要一戏支付 不要这个慢慢富有 所以大部分人都想要赚钱 那你看看我妈妈的这个照顾他的钱 他当初是一百万给我 也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如果二十几年前 那一百万我如果去买股债平衡 我看这个五六年前 他可能就全部花光了 他的住院会跟什么都花光了 那现在花那么多钱 他的资产还有一千多万台币 所以 第一个不能太保守 退休的人不能太保守 年纪大了也不能太保守 你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市场 你的风险来自于你的钱够不够 那 在美国的话 我发现去Hofford 我常常在Hofford下单 那我当然给的小费很高 那 我发现他们两个小时可以送最少六个单 六到七个单 那含小费差不多一个单可以到十块到十五块 那十五块的话 两个小时六个单十五块 将近九十块 两个小时可以赚一百块 那一天八个小时就四百块 十天四千块 很不错啊很不错 所以 如果你年纪大了 那你觉得你的资金不够 就算去Hofford做Delivery 其实也是很不错 而且 不受时间干预嘛 你可以说我今天只送四个小时就好了 那晚上再去送 那也是很好啊 我想在美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啊 所以你真的没钱 或者是觉得为了为自己未来的财富着想 现在省一点钱 那多赚一点钱 那其实是好的 如果你真的是比较辛苦 那你就 Hofford Amazon的Delivery 其实是蛮有弹性的 我是觉得 而且收入还不错 像我们都会给比较好的Tips 他基本的Tips就是好像三十块 三十五块就是五块钱的Tips 那四十块以上就七块 就跟着数量增加 所以我跟大家讲 投资的风险不在于市场 也不是你说你买QEU风险比较大 你买债券风险才是大 而是你如果退休的人 你的资金不够 你一千万的人 那你就是不够嘛 两千万台币的那可能就够嘛 两千万台币的你可以3% 就一年用60万 一个月用5万 那这样子的话 还算OK 那每年还可以有10%的 这个平均10%的这个 这个生活品质增加加薪 所以啊 大家都想赚快钱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是少数人 我们赚钱是少数 可是有的人都会说我们是幸运 这10年来大多头 你才能赚那么多 其实不用了 我就算空头也可以赚这么多 所以这个Francis 他是经过市场洗礼的 他跟我们分享 还是我们这个方法是很正确的 所以谢谢 所以我跟你们讲 空头不要理会 不要外面那些恐怖片看太多了 恐怖的言论太多了 过去十几年来 不是空头空头喊了一辈子吗 有来吗 没有啊 对不对 就算来了你就不要怕嘛 闭着眼睛两年就过去了嘛 有什么好怕的呢 股市大多时间都是上涨嘛 你的债券回报率这么低 假设我们的10年回报12倍 那你10年才回报3倍 那你这个我们一年回报40% 你一年回报15% 那你不是少了25% 25%你不是感觉 你不感觉到天天 你买债券人天天在下跌吗 相对于股票的话 你相对于股票为基准 你几乎买债券人天天在跌 你不觉得吗 你何必折磨自己 买债券人真的是在虐待自己而不自知 这个是问题 回报率低的人就是在虐待自己而不自知 我跟大家讲 我要换取你们的觉悟 虽然这个很多人觉得我这是离经叛道 没读过几年书 我投资的书读得比你们多 虽然我没有这个EMBA的学位 这个不重要 巴菲特讲就是说EMBA读出来的学位 会害了你 他们这个请人绝对不请EMBA毕业的 EMBA的教育 对学术有好处 对投资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是巴西的最近纳斯达克 NASD11 在巴西的朋友你们可以买这支基金 不错了 这不错 德国的朋友你可以买EQQQ EQQQ EQQQ 那英国的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世界上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投资 所以对不懂投资的人 我们给他这种知识 有时候他们就马上接受 那就成功了 可是有些很有经验 在市场很久的 都会一直认为 投资不操作会赚钱 你跟我骗 下跌不停损 你就糟糕了 哎呀 那个都是书匠嘛 那些都是那些人 写那些书的人有赚钱吗 有赚钱吗 你们应该去学巴菲特嘛 所有写书的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以前去年还记得 什么一个年轻人 三个月赚一千万 现在这个人跑去哪里了 对不对 没有 过去写的书的作者 你把五年前十年前写 在台湾写的这些 这些古神的书 你把它拿过来看看 这个人到底现在在哪里 都消失了 懂吗 没有了 那不然就是很稳健的 那就就是那个 很低收 没有欲望的 有些什么 这个 哎呀 我这个 他就是 这 反正就是说 这个 这个 不求回报的 低回报的 那他说 他一年只要三十万就可以 过日子了 一个月花三万 那那是他的事 那是悲观主义 那是穷人思想 懂吗 我们要住五星级饭店 我常常贴后面这个就是军业饭店 你们要去住五星级饭店啊 对不对 我在台湾就是去住五星级饭店啊 对不对 出去玩就是住军业啊 没有军业不住了 对不对 你去住哪里军业到处都那个军业的标准 这配备 都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不对 所以 可是 很多人会怀疑 你一直怀疑没有用啦 一直怀疑没有用啦 你成功过吗 你先讲你有沒有成功 你投资有没有成功 你这十年来有没有涨十二倍 特斯拉你有没有赚十倍 SQ你有没有赚二十五倍 你买的股票也没有赚过十倍的 那你有没有抱住 那你如果卖了美国的投资者 你卖了你不是要缴税吗 所以在美国的投资者 他说他股票卖 我说真的是 那就是失败者了 只要卖股票我都认为是失败者了 那除了像NEO 我们是因为政治原因我们卖掉了 那我们还是赚了一大笔 当然去缴税就是了 那 可是你如果赚很多钱 你会知道 你不会卖的 你卖的真的是 你只会去做股票抵押 那所有投资者 你们先投资 那看我们影片慢慢学习 我是建议你看半年的影片 最少今年的影片全部看完了 那有问题你再来提问 这个江振达他也是很有经验 他也是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公司了 那他投资配置他的实战经验就是说 照书上所讲 然后年纪了你30岁了 就是七成股票三成债券了 做股债平衡了 什么神龙百尾了 这个弯道超车了 搞得跟这个神风特工队一样 有用吗 你做得到吗 所以我常常讲 就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说这个计划很理想 这个这个没有用的 所有的这个理想很丰满 这个实际很骨感 所以你用后视镜开车 后视镜开车你就会撞到撞车了 所以不要认为说 看起来听起来书学的好像很美好的样子 没有这么美好 弯道超车市场跌跌不休的时候 你卖掉债券你盖券继续涨 结果股票跌跌跌你不敢买 等到你一回神 股票又涨回高点了 你在神龙百尾 我看你这个头都不见了 百尾了 所以没有用 不要把自己当做你是 技术高超的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这个神龙特工队 没有了 你也不是什么Xinzia 你也不是 你也不会是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你也不是 不会是这个叶问 你也不会是这个这个李小龙 OK 在股市里面就不要去跟人家打架 OK 睡觉就好了 做头短仓睡觉 不要去管那些这个扶琴口挡 在那边打架 没有用不要跟他们打架 你就会赚钱 OK 所以 计划那个书写的很完美 不要理他那些都是书匠 输赢的书 所以执行起来 你才知道那个不可能 我们的投资不用什么技巧 你就是 买进持有睡觉就好了 不用 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般人哪有那么厉害 还神龙百尾 还什么神龙特工队 还什么弯道朝车 又不是又不是赛车队的 对不对 不用管那么多 你们做不到 写书的人也不见得做得到 所以你不要相信他们 OK 这些写书的人就是写书嘛 对不对 经济学教授就是上课赚终点费嘛 写书的人就是赚这个板费嘛 他哪会投资赚钱 只有我们这个不收费的 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投资 赚很多钱的 那我们愿意跟你们分享 结果大家宁愿去去愿意相信这个 几万块的课程 几千块美金的课程 不会有可能会加速你破产 资产配置是一个低风险 但不会增加你的回报 那低回报长期就是一个风险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低回报就是长期的风险 那你不要去看那些文章讨论 那些都书讲没有用 讲得很理想 都是理论派的 他们有赚钱吗 书是看一堆啦 讲得满口的股票 他有赚钱吗 赚钱吗 所以理想很丰满 实际很骨感 那个文章有一个人就跟我 老师你看看这个文章 50岁的人股债配置 到60岁可以一千万 我跟你讲 你会活到90岁 你都不要到80岁你就没钱花了 懂吗 所以 你50岁到90岁你要有40年的投资 我们讲就是说 超过20年就不会亏损了 你投资股要做亏损 你为什么要去投资债券的低回报高风险 所以我一直在讲 投资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给你的 是你资金不够 如果你真的资金不够 那你还是要勇敢投资指数基金 不要去买债券 那你要再去做开Uber或者是做part time 你要去再去上班赚钱 而不是躲避风险 你在市场越躲避风险 风险越找到你 我不盖你的 你这个一千万 那文章一千万 那你就算你让你6% 你一年才60万可以用 一个月才5万块 你说5万块不错 可是这有风险 像我们的回报率是10% 我们回报率是10% 那我们才花3% 那你如果回报6% 那你只能花2% 那2%的话 你一年只能花20万 能过日子吗 能过日子吗 对不对 所以 过了10年 我们这个 我们又涨了一倍 所以我们可以 本来花60万的 花60万的 我们就可以变花120万 那你这个股债平衡的 你还在花你的20万 你能过日子吗 我常常讲我妈妈的100万 当初我如果不是全部投资股票 早就他的医疗费 住院费跟那个三支 这个心脏支架 就花光了 哪有现在还有一千多万 可以让他养老 没有嘛 所以不要太短视了 你有二三十年的投资 就不要那个 你50岁到90岁 还有40年 你要40年都要花钱 你投资太保守 你就没钱花了我跟你说 就是日子越过越穷 所以为什么这个下流老人这么多 要勇敢面对这个市场 那你说资金不够 要再去赚钱 ok 所以如果你的资金够 你是两千万 那你花3% 那就60万 那每年还可以增加 加薪10% 那这样子才是你要做的日子 所以你要完全投资 ok 你如果是谨守着一千万 那回报率很低 那一年只能花60万 60万 就算让你花60万一年 到20年60万你也是穷 穷 所以退休的 总之退休的风险是资金不够 不是投资 不要用资产配置来避风险 你越避风险 你风险越大 我不骗你的 我一直跟你大家讲 我没办法跟大家细细的讲 所有的经济学 所有的这个这个产产业 那个那讲完就天亮了 我只是跟你讲总结 总司令就是下达一个命令 我没办法跟你讲我的整个战略 ok 那你从看我们的影片 你知道我们整个picture 可是我没办法在一个影片里面 告诉所有的事情 那我跟你讲 我敢跟你讲勇敢买 我还是在watch这个市场的 对不对 我敢叫你勇敢买 就是没有风险嘛 市场这么这么这么好 每个公司各行各业的回报率 财报就这么好 每个人 美国像加州又要开始发这个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最低工资了 他让每个人都有钱花 那你觉得呢 这些做生意的人不赚翻了 你的公司不赚翻了嘛 才对不对 所以 那 有人会跟我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中小型公司 绩效会大于大公司 很多书本就这么写 很多财经博主也这么写 那我已经研究30年了 我就看不到有中小型企业 会大过这个这个大型企业 你看这个Roth 2000 Roth 2000 Roth 2000 过去 这段时间有吗 有有吗 这个这个五年有吗 那个蓝色的 81%回报 QQQ 216%回报 不要再跟我讲 我是一直找不到啦 那当然你们有有什么小型指指 小型股指数的 中型股指数的 你拿来都比较看看 你如果找到能够胜过这个 这这这这十几年来 能够胜过QQQQ 你让我知道 就算比这个 从这个1980年 1980年 不是80年 1985年好了 来比较好了 这小型股指数跟QQQ 能比吗 QQQ是 41倍 小型股才16倍 能比吗 就算QQ 就经过了两次大泡沫 他还是因过小型股指数啊 不要 我是这个 不要再看书 不要不要不要再 在做鹦鹉了 不要再做鹦鹉了 这里有一个朋友分享我们的SOP 就是你如果从ChargeRub 把那个TDM&Trade的资产转过来 那他里面想的很详细 我想你去网路search 这个这个 这个SOP 这是台湾一个药剂师的一个blog 我觉得他写的还不错 还不错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参考 那他这里有一个文章就是教大家如何从这个 ChargeRub的转钱 不是 将这个TDM的资产转到ChargeRub 那当然他用的是International Account International Account的话就是要25000块的 最基的门槛 资本 25000块美金 那你如果在美国的ChargeRub的开户 就其实就1000块就可以了 这只是跟他update 那他在台湾他用的是International的 International的ChargeRub的网页 所以你如果从那里开户可能就是 那我是在美国你还没有开ChargeRub的人 你可以跟我联络一下 我就是介绍我的broker 我的service VP让你认识 那他会帮你 你不要自己先开户 在美国的朋友你就先不要开户 还有不要 你就是跟那个 我的service VP谈一下 他帮你开户 或是跟你讲怎么开户 有些人网路上开不出来 或有问题的再去找他 那他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你就是先去找他 那你如果去找了别人 先打电话到Customer Service 找了别人 那你就会变成 他那个 我的service VP 他就不是他的account 他就比较难介入了 那当然你要他帮忙他帮忙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希望他永远帮你做你的理专 他也得去找老板 那老板说 每次你怎么都是在挖同事的客户 这也不好嘛 所以他就是觉得 就说你们要找我的service VP 你就是先写Email给我 不要自己先去动 那等到跟他谈完了 再开始怎么动 好不好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所以投资你要禅定 不要动 市场震荡不要跟你没关系 不要乱动 不要一跌 跌两天而已 就已经以为是世界末日了 没这么严重 国际局势没有关系 中美贸易战没关系 这个pandemic没关系 都没关系的 市场分析没有用 没有用 你要有扎实的这个投资经验才有用 市场你稍微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那你说感觉不到 那你就不要管 你就是没有能力分辨 那你就直接赶快投资学习 先投资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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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等下学完了 值一完了十年过去了 财报没有用 经济局势没有用 这个都没有用 经济局势好 股市就会好吗 经济局势不好 股市就会差吗 从去年你们就学到了 所以一切跟我们都无关 跟股市都 股市有它的能耐 它就是会一直涨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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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不停 你们不要去认为市场会跌 我就觉得市场永远在上涨 我都觉得其他的投资者 是不是住在不同星球啊 为什么看的东西跟我看的都不一样 这是很奇怪 所以不要管市场声色气 我都不要理他 你就买进指数睡觉去了 这么好的事情 没有比这个好的 你太用心 做太多事 你就会亏损了 没有用 好不好 所以今天可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 那拜拜